大家好,我是李云飞 司马光是百宋著名的大政治家 同时也卓有成效的史学家 司马光砸钢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听过 司马光砸钢不仅告诉我们砸钢救人的智慧故事 同时也说明了我们遇事要懂得变通 打破就有思维的方式 打破思维是司马光思维的核心 只有打破我们才能获得新生 正所谓鸡蛋从里面打破是新生 从外面打破则是食物 所以自己不打破自己 别人将会帮你打破 每一次市场经济不景气的背后 都藏着巨大的商机 那当实际店不好做了 互联网出来了 当互联网不好做了 怎么样 新媒体出来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时代都有在打破 我们企业想要活得更久 我们就要懂得打破 产品打破 营销打破 还有用人观念打破 那产品打破呢 我们既是要懂得创新升级 我们还要懂得从口味包装形态去尝试打破 因为消费者的人群在不断的迭代 口味变了 我们要从包装上去打破 包装上不变 我们要从形态上去打破 比如现在很多网红飞量 换个包装 市场就不同而喻了 那营销打破呢 当你还停留在传统的电视和线下广告时 别人已经在线上占据了一些之地 垄断了线上广告资源 对吧 当你还在追求产品完美的时候呢 别人仅仅策划了一个文案 就大火特火 比如网红酒江小白 当我们还在埋怨员工不努力的时候 怎么样 别的企业以员工自主自发 把企业当家 那是企业把员工当家人 企业和员工共生存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有多少老板 把员工利益放在第一位呢 所以我们要的不是思维能力 我们要的是懂得学习改变思维的能力 打破道理人人都懂 但是实施起来很难 有的时候呢 我们是仅仅为了眼前的利益 不愿意更不敢去尝试 打破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想法 而是需要的一种智慧 更是一种胆识 好了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明天我们接着分享拉布伦思维 明天见